我覺得 要有自己作品 因為我覺得 雖然內地有很多機會 但是 絕大部分的機會 包括那時候 我上《我是歌手》 全部的作品 不是全部的 絕大部分 都是翻唱 所以 要有自己作品 如果不是 你還是會成為過眼雲煙 就是可能 那一段時間 暫時 我的注意力在你身上 其實在最後 它可以幫到你去打開 一個知名度 讓大家知道你是誰 然後可能 在你改編一些歌曲上面 它會更加了解你個人的風格 譬如 可能很多我自己去改編的 一些翻唱的作品 在《我是歌手》上 都會更加令到大家 知道我本身的音樂風格是怎樣的 但是 翻唱我覺得 不可以是 你的 一路長久的那條道路 我覺得你一定要出自己作品 我覺得 我自己最大的改變是 對自己多了很多的形智 也多了很多真正的信心 嗯 以前的我可能經常都會覺得 我只是唱歌 或者我只是寫歌 the end 那現在的我呢 就會開始 知道就是 其實作為一個歌手 或者作為一個創作人 其實只是我的工作 我是多於那 我是多於那 我是多於一個歌手 我是 有很多途徑 可以令到我的生活有意義的 包括我 就算去今天做個早餐給 我的朋友 或者做給我媽媽 這件事也很有意義 就是 不只是在你工作上面做了一些事情 才令你的人生有意義 有貢獻 不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 最大的轉變是 我對人生的看法 我對自己這個生命 為什麼存在 我覺得是轉變了 以前 我以前都會說 我就是為音樂而生 音樂就是我的生命 現在我覺得最大的轉變 就是我終於發現 音樂不是我的生命 音樂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又沒有想到 如果沒有入行 我會在做什麼 但是我會想到 如果我不做歌手 我想做什麼 譬如我最近在寫小說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 咦 原來我創作的形式 可以不只是局限 是在音樂上 那我就開始發現 咦 原來有很多其他途徑 我都可以輸出我的價值觀 我都可以說到我想說的事情 只不過可能我還需要一些時間 去建立那個範疇的觀眾 就是可能剛剛開始 我要去開放 所以現在我會覺得 只要我繼續在做創作這件事 無論是什麼形式 我覺得都是 有可能的 照顧 我應該要不給你 對